數以萬計紅衣軍發動新一輪示威 目標是針對曼谷的旅遊熱點 在其中一個著名商場外 一輛跑車因為不滿被示威者阻止去路 鏟上行人路 結果輛車擋風玻璃碎裂 而本港旅客經常都會去的中央世界百貨公司 以及其他大型救物商場 也都因為被紅衣軍進駐而要關門 四面罰附近一個路口授阻 示威者架設舞台準備通宵集會 紅衣軍領袖聲言 示威者可能要使用暴力手段 迫使總理阿批實解散國會 泰國政府派出5萬軍警和保安人員戒備 總理阿批實說暫時不會實施緊急狀態令 當局正透過對話呼籲紅衣軍令局勢盡快恢復正常 他強調如果局勢有變 政府會再作討論 當局不會對紅衣軍坐視不理 阿批實解釣國會 白衣軍 誰放下